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账号上公告称 目前正积极全面配合网络安全审查 市场上关于公司管理层变动的传言 为不实信息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 随着中国政府继续调查滴滴出行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事宜 中国当局的调查人员 每天都在滴滴总部传唤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该公司可能不得不对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人事调整 南华早报报道指 网络主管部门正在牵头调查滴滴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成为 联合创始人兼全球总裁柳青 以及高级副总裁朱景士 上述三人在滴滴的八人董事会中 合计持有50%的投票权 南华早报未能联系到上述三人进行置评